难陀尊者就是有这种的能力 福报很大 不仅仅有这样的 而且生在帝王之家 你想一想 那不是一般人 而最难得的在这个难陀 在生活里面的他的品德 他的德性 值得人家敬仰的 我们很多人在这个社会上 你看他长得很帅 很好看 声音又很好 他的品德好不好 他的德行好不好 不一定好 甚至于有时候目中无人 共高我慢 看不起人家的 这种人太多 这一类的人太多了 所以德行很重要 最大的特点在这个难陀本身是什么呢 谦虚啊 谦虚 他的德行就是这个 人家怎么赞叹他 谦虚 人家赞叹他 谦虚 从来没有共高我们的 不像我们 被人家赞叹一两个去 整个人不一样了 所以啊 前几天有一位年轻人 打电话 师父啊 我们能不能到你那边 跟你聊聊天 讲讲话 我说行啊 可以啊 就过来吧 如果讲是非忍我 你给他打住 对他来说啊 这不重要 但是如果问佛法 我可以跟你说明 问我一件事 聊到最后 他说师父 我这一生啊 最大的希望啊 能够娶了一个 长得很美 长得怎么样的 我告诉你啊 你要建立幸福一个家庭 如果主动在外表 你永远会活得很痛苦的 建立一个家庭的 幸福快乐的美满人生 如果建立在外表的话呢 你永远啊 会随着这个环境的痛苦 但是如果主动在德行 那你永远就是幸福快乐的 为什么 因为外表都是假的嘛 你说他很漂亮 十年后二十年后 他还漂亮吗 长得漂亮吗 不会了嘛 你看哪一个人啊 年年十八岁的 有没有 有没有啊 你看你们 十年前跟二十年前 现在比一下 是怎么样的 变化了无常嘛 你说美 美在哪里啊 到最后变成老太婆 都是一样的 假的啦 假象的 不是 这个假的干嘛 去追求呢 这过几年 人不但老了 最后呢 什么呢 变成一堆苦头了嘛 这骨头 就这个样子 你说漂亮在哪里呢 你说帅在哪里呢 所以啊 告诉大家 外面都是假的啦 不要太认真啦 你明白吗 真的 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不管逆境也好 顺境也罢 那都是假的 干嘛 不要太认真 太认真了 自己 给自己痛苦 没必要 所以我刚才讲 随喜功德 随缘而妙用 不要太认真 好的来也好 不好的来也罢 对我来说 一句阿弥陀佛 人啊 要着重在德行 一个人能够 懂得感恩 知足 才能够带来幸福 如果没有知足 不懂得感恩 你不管你在什么样的 环境生活 你的过的生活 都是很痛苦的 所以这个事情呢 为什么 难陀有这样的果报 为什么他这一生 感召这么殊胜的果报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的前世的因 而所感召来的 所谓的 预知前世因 今生受的事 预知来世果 今生做的事 你今生受到什么样的果报 就是跟你过去生所种的因 跑不了了 所以你希望你将来的果报好 你就把活在当下的因种得好 你才能够获得好的果报 你看 你们生在澳洲 好不好 很好 空气又好 什么都方便 你看看那些非洲的国家 有一些国家 不要说吃饭 连水都没办法喝 喝什么呢 你没有看过吗 你看那些非洲的国家 很多 连水要喝水都很难 喝什么 喝马尿 真的 像我们的道场 他们疫情之前 没两年 最慢没两年 有时候一年 会到非洲做什么 做那个 医疗帮助人家 那些生病的一些 给他们布施药 布施一些需要的东西 都混过去的 我们的佛堂 还有几个佛堂团体 集合一起 去做这个 能够帮助马 就帮助别人 所以有时候把钱省用一点 能够省了就省 剩下来就做什么 去帮助那些人 你去供养去布施嘛 所以不要放在太久 你以后走了 你也用不了 但是今天我们积功累得 你拿去布施去供养 去帮助别人 哪怕是有多少 将来都是你的 像师父今天讲经 跟大家学习报告 我用我的时间 用我的精神来供养 那种布施嘛 所以很多地方你看 很多国家在打仗 生活很辛苦 恐惧害怕 我们在澳洲 生活也多好 很好 所以尊敬的 注意同修大德 一言一左 莫非前定 你说到什么样的果报 就是你过去中 所种的什么样的因 就是因为那佛尊者 前世 种的这样的好的因缘 所以今生受到这么殊胜的果报 所谓的因果通三世 所以一定要小心 你要将来 哪怕是十年后 二十年后 三十年后 你今生 你就当下 你必须要把它好好的 种的因 种下去 将来十年后 二十年后 你会感受 感召好的果报来 哪怕是将来 你过去所造的业 而且这个业很大 因为你不断的去断恶修缮 慢慢这些 本来 我们要受这样的果报 因为你不断的去行善 是断恶修缮 你这些的果报 将来会化解了